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更頻道 我是十九肥仔 大陸最近的食安問題 不知為何一連幾單排隊爆出來 除了我們曾經說過的澱粉腸裡面含有雞骨泥之外 另外還有兩樣東西被人爆出來 一樣是預製菜的肉 竟然是用最劣質的淋巴肉來製作 我想梅菜購肉應該是每一個省市都一定見到的家常菜 所以在預製菜市場上梅菜購肉都是非常熱門 但根據央視報導梅菜購肉的預製菜主要產區之一就是安徽省復陽市 當地有接近六十間公司生產這些梅菜購肉預製菜 但有些公司使用一些未經過嚴格處理的淋巴肉來製成這個預製菜購出去 根據大陸有關豬肉的規定 如果部位是有大量淋巴結脂肪瘤或甲狀線 這些部位必須去除病變淋巴結、身上線和甲狀線才可以購的 但當地的業者透露用這些未經處理的淋巴肉去代替五花肉做梅菜購肉 在當地已經是常態 基本上是公開的秘密 在衛生角度來說 有淋巴結的肉其實不是不能吃的 煮熟了都可以正常食用 但如果食用病變的淋巴結 或者是未煮熟的淋巴結 就很大機會感染疾病 但如果以這個節目所說 他們沒有嚴格處理的話 就有機會混合一些有病的淋巴結 為何要這樣呢? 當然是貪便宜 根據調查 大陸正常五花腩批發價 一斤12元人民幣 而這些沒有處理過的淋巴肉 只不過是3元一斤 足足是四分之一的價錢 反正他們都不會吃的啦 是吧? 就告訴你們啦 央時的記者到這些預製菜加工廠調查 記者發現進去食品處理工場是不用消毒的 去到現場就看到很多這些用淋巴肉做好的熟肉製品 工作人員就聲稱有專門的區域去處理這些肉類 把淋巴結和甲撞線 但是記者在放置熟肉的攬那裡拿一塊出來看一看 發現上面的線體依然清晰可見 即是其實就算撞也撞得不乾淨 記者就問工作人員 就問你為何不撞走他們呢? 工作人員就說 如果撞乾淨這些甲撞線和淋巴結 那些肉就不夠厚了 說答得這麼理直氣壯 突然之間又覺得他很有道理 記者去到第二間食品廠的時候 就發現那些肉全部露天放在這裡 企業負責人就說 這一種劣質的肉類 是做梅菜扣肉的主要材料 佔了使用材料足足六成 記者訪問工人的時候 那些工人都說他們自己不會吃 接著記者再去多一間看一看 這間更厲害 加工廠衛生環境極度惡劣 周圍都是污水 剛剛解凍的生肉 跟剛剛加工的熟肉放在一起 事後有執法人員去到那一間食品廠 周圍環境雜亂不堪 現場腥臭撲鼻 執法人員總共發現 1670代這些劣質淋巴肉 有兩萬多盒梅菜扣肉製成品 目前已經對攝氏的企業進行查封 看完新聞都很害怕 尤其是大陸那麼輕吃這些預製菜 包得一間出來代表可能有30間都在做這些事 說不定 大家都已經吃了不少 而另外涉及一件我最討厭的東西 就是螺絲粉 大家對螺絲粉印象最深 就是它那種臭過工廁的味道 又縮又壓又攻鼻 由於螺絲粉的發源地來自廣西 令廣西人被人以為專食臭 但原來很多廣西人都說 正宗的螺絲粉是不臭的 甚至他們會嫌外賣的螺絲粉太臭 為何會這樣呢 因為有些人覺得越臭越正宗 越臭越好吃 商家為了吸引這群喜歡臭味的人 就會在他們的湯裡加一些真臭劑 真香劑 香精 我就聽得多 臭劑 臭精 我也是第一次聽的 為何會爆出來的呢 就是成都有一間正是做螺絲粉外賣的店 在外賣平台有4.7分的高評價 一天賣成4千碗 而當地政府人員上門巡查之後 發現店裡極度髒 容器長時間不清洗而且反覆使用 店面也缺乏定期清潔 還收了一些成份不明的真臭劑 那位巡查員打開紋一紋 立刻臭到面容扭曲 差點吐出來 到最後店舖暫時營業 等檢查好了才可以重新開張 事後也是經過一些電商平台發現 攝氏店用的真臭劑 價格是每公斤47.6 商品詳細頁寫明 每斤螺絲粉湯只需加2克 一袋真臭劑大約可以製作500碗螺絲粉 有不少網民都覺得 本身這東西都已經臭了 你還要加真臭劑 甚至有些人在笑 因為那些人經常覺得 越臭越好吃越臭越上癮 所以商家就當這班傢伙烏鷹 弄臭一點讓你們生氣 也有廣西網民說這次終於沉冤得雪 因為廣西人一直都說他們當地正宗螺絲粉是不臭的 只不過是酸筍味比較重 那些酸筍味根本不像這班傢伙的供刺味 說西人又不是護應 而且他說到那麼多螺絲粉店開在民居樓下 如果真的那麼臭 樓上的居民還會讓你繼續營業嗎 很多代裝的螺絲粉他們都不吃 不是的這位大哥 你試試來澳門 那些螺絲粉店 臭到屎坑一樣 都照開在民居 這件事爆了出來之後 很多螺絲粉品牌亦都很急急地走出來和大家說 自己是沒有添加任何家臭劑 產品味道主要來自酸筍發酵後的味道 紐州螺絲粉協會亦都公開表示 珍臭劑是用葉國的酸筍、海鮮醬等香料加工生產 但由於發源地紐州很容易取得材料 所以當地的商家基本上是不會用珍臭劑 看完這宗新聞我都笑得挺開心的 經常見到螺絲粉越臭越好吃 說到自己好像食家一樣 誰知原來自己純粹是因為化學劑上癮 正常來說應該叫大家吃東西小心點 不過其實我覺得也不能小心 你這些東西避無可避 尤其是預製菜 根本你都不知道後面是用甚麼來的 隨時用些過期、發臭的肉 然後在後面加工 你又吃得咧咧咧咧 然後還拍照打卡 你就上網出報告 比澳門便宜那麼多 又好吃那麼多 為甚麼要在澳門消費 暗地裡你就吃中這些劣質肉 小心就不能小心 不過大家就不要貪便宜 儘量吃點價格正常一點 不要說有些十多元、二十元兜 反正也便宜那麼多 好想不要那麼沽寒 花多點錢 當然不是貴的 一定有保障 但是你吃貴的東西 吃中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假裝慘 說大哥我給那麼多錢 都被人騙 至少人家都會同情一下你 如果你去到大陸 還要吃那麼便宜的東西 到最後中招 真是不抵可憐